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以色列军队在12号晚上到13号凌晨 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一处地下军火设施发动了空袭 这个据点主要存放哈马斯制作火箭弹的原料 清晨时分就可以看见加沙地带有飞弹火光划过夜空 现场更是传出了阵阵巨响 以色列军方发文证实消息 解释这场空袭是为了回击哈马斯在11号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天亮之后可以看到被以色列空袭过的地区是一片断圆残壁 满地都是碎砖烂瓦 但是当局没有透露这起袭击造成的伤亡 当地时间2月11号晚上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证实 从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弹 被以色列军方的铁穹防御系统拦截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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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